这些人到底长的都是什么嗓子 唱歌仅仅只用一个阿子就能火遍全网 日本女歌手雨多田光 2009年发行的Merry Christmas 在今年的小视频可谓是风光一时 前奏中的喘息声和吟唱不仅冲击听觉 在欢快的节奏中异常出现的伤感旋律 在情感上更是有着瞬间的带入 史诗级战歌 维克特瑞几乎已不用我多说 气势磅礴的曲风在热血的同时 女生的出现就像得到buff加持 让人不知不觉就握紧了拳头 搞得浑身热血沸腾 德国女歌手Isgard在03年发行的Gordon K 充斥着不凡 这被称为可以超越灵魂救赎的声音 不仅庄严还充斥着震撼 同样是女生 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神曲 可以说是真的直击灵魂 吟唱声空灵深远 飘渺又几句穿透力清澈灵魂 让这样的声音仿佛并不属于这个世界 聊完了国外 在国内也同样不缺这样的声音 画心作为电影画皮的主题曲 看完整部影片给人最记忆深刻的 无非就是其中那段中低音加海豚音的阿字影唱 张亮影从低音区到高音连续爬了很多音阶 音色不仅非常的美 而且咬字非常清晰 顾琳娜的小河汤水同样用着一个阿字 征服了很多人 在龚老师的歌声里 有小女生的娇俏 害羞 高音处并不刺耳 相反却很柔美 将思念之情表达的淋漓尽致 不过说起国内最早就用一个阿字 征服全国观众的 云公训音中的女生影唱绝对是神赖之笔 每次想起都会让人回想起 而是电视机前的情形 那么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们还知道其他恋死的歌曲 记得分享 我是音小六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